9月8日,众星出席品牌派对,李亚南担任活动司仪 她一身身微低胸群亮相,非常性感 李亚南现场十分活跃,但动作一大,胸口的乳贴就露出来了,有点尴尬 李亚南采访陈雪冬,场面有点尴尬 采访杨又凝实,男方都不敢低头看 一人王祖兰和太太李亚南在2015年结婚 至今已经两年了,二人还是像热恋气一样 经常在社交网络上秀恩爱,惹得一众网友羡慕 之前李亚南通过微博筛为老公煲汤的食材 并写道老公最近渴得好厉害,试下这个海底椰鳄鱼汤 李亚南照着食谱备好食材,每样都非常的精细,十分的用心 此幸福微博曝光后惹得众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怒赞称 可以说非常贴心了,真是个好老婆,得此媳妇,此生足矣 看到祖兰这么幸福,我也就放心了 艺人李亚南于2015年与王祖兰结婚后,一直非常恩爱,幸福满谢 虽然祖兰平时工作非常忙碌,陪不到亚南 不过亚南没有任何怨言,简直是24小太太 9月9日电视剧《何所都暖何所夏凉》在北京举办开播发布会 周延贾南亮、王子文、孙嘉瑜、李某等现身助阵 除了改编自顾希觉同名小说几句看点外 贾南亮与王子文多年之后,再合作也引发了关注 此前贾南亮与王子文曾被传相恋 七年前与女方频繁的微博互动至今依然保留 在被问及此事时,她并未正面回应而是笑称 你猜,看几句剧中角色时,贾南亮直言这是目前为止遇到的最完美的角色 不过她也表示,剧中的角色默默守护 但生活中自己从来不暗恋,喜欢就会说出来 王子文这次饰演的简安节特别隐忍,内向净吃亏了 说吧她也透露剧中经常被贾南亮默默关注 除了分享新剧看点外,两位主演也回忆起合作过的电视剧《生死桥》 其中贾南亮感叹当时导演要求太严格,拍得刻骨铭心 至于贾南亮近年来的幽默画风,王子文也爆料经常消长 以前她给我的印象是安静的美男子 现在每一场戏演之前都会把妆消化,眼泪都能出来 她不停地在斗,此还行 值得一提的是,贾南亮与王子文此前一直被传曾经相恋 此事再被提起,但贾南亮并未正面回答 只幽默说道,你猜